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闽南与歌王的歌后 曾是传说般的存在 而这个人便是陈雷 之所以加上传说般的限定 是因为闽南与歌王的称谓 只存在于央视同一首歌栏目 现场版《欢喜就好》结尾的侧翻解一字马 让人至今印象深刻 那么他现在的状况又如何呢 陈雷是地道的草根出身 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 1991年被唱片公司发掘进入歌坛 早期的造型非常突出 招牌舞蹈加上招牌的帽子 眼镜 短裤 白长袜配黑皮鞋 十分具有喜感 亲切腼腆的笑容 加上来自乡村的身份及一口台湾强国语 使他非常有观众源 他的经典歌曲又唱出上班族新生的《风真透》 表达积极人生观的《欢喜就好》 一直被内地 新加坡等地广为传唱 其充满喜感的形象 也成为了许多人信仿的对象 费玉清就常常在节目《龙兄虎弟》中模仿他 其实陈雷在某段时期也热衷于模仿 曾模仿迈克尔杰克逊 也曾模仿过林志颖 去年12月 已经卸下明星光环回归家庭生活的陈雷 被直击现身彰化缘领步道上 只见他穿着西装搭配黑色西装裤 拿着麦克风直接嗨唱 让不少路过的民众停下脚步 欣赏一连串的精彩演出 他边唱边扭动身体 不断与围观民众互动 炒热现场气氛 尤其带来经典名曲《欢喜就好》时 立刻掀起当天演出的一波高潮 由于难得见到本尊先生 路过的民众纷纷举起相机 补卓画面 影片曝光后 引起大批网友热烈讨论 据悉 他原定去年在马来西亚云顶开场 最后因为疫情肆虐而延期 加上其他邀约也跟着取消 粗骨损失300万元 不过虽然工作暂时停摆 却多了时间与家人相处 住在台中的他 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 陪误随着孙子弯 除了骑摩托车 在孙子上下学 乐当孙子的转属司机外 还当起了孙子的家教 教他简单的注音符号 过着喊一弄孙的惬意生活 鲜少出现在荧幕前的他 亏为六年推出新专辑 现况也随之曝光 据了解 这张专辑原本是由制作人 吕小洞操刀 没想到对方不幸过世 让他非常难过 知名制作人吕小洞 曾为许多知名闽南语歌手 制作专辑 包括谢金燕 许富凯等人 2020年11月 他前往金爆山 祭拜高一祥 突然行脏不失倒地 紧急送于抢救后 仍不幸离世 当时他刚帮陈雷做完专辑 陈雷得知后 看也很难过 音乐圈透视一个人才 男人昨天才通过电话 感叹人生无常 如今专辑终于要推出 他的心中百感交集 但想到要发片 还是难以兴奋 新装机主打歌 天下无敌 是首励志歌曲 为了拍摄MV里的山景 他凌晨三点 就起床抹黑上山 导演还出动空拍机 协助拍摄 登山后看到满天的星星 他震撼不已 直言台湾的自然美景 真的是上天给的礼物 2017年一月 音乐大师林嘉庆 力挺公事特别节目 音乐万万岁回娘家 久违的陈雷为了老师 终于点头上节目 当时的他 以鲜少上电视做宣传 但每年仍抱持着 出唱片的潮墙记录 一起刚出道 与林嘉庆老师合作 流行四十我传单元 与许多大牌歌手 竭力唱完一首歌 他脑中最先出现的 就是林嘉庆老师 扮演演师的角色 信用于记得说 最怕一唱错 大家都要重头来过 压力很大 这是林嘉庆第三次 接受音乐万万岁邀请 上节目 专程从加拿大回来 顺便在台湾过年 谈到新年新院 高龄82岁的他认为 平平安安 身体健康就好 此前刚升格 当爷爷的陈磊 神有同感 他也有一个 小小的新年期许 就是新婚一年多的 女儿与养女婿 明年能生个养娃娃回家 陈磊和太太结婚 三十多年 有一对儿女 儿子早早闯家立业 还生了个宝贝金森 女儿则嫁给 美国加州外籍老公 定居国外 被问到怎么跟 杨女婿互动 他搞笑回答 就考三句 No problem 7-11 OK 出道高满三十周年时 他曾登台台北小巨蛋 举办 欢声雷动 亚洲巡回演唱会 当时不仅横跨 老中青三代的粉丝 都来支持 就连儿子女儿 还有孙子 以及老婆和母亲 也全都到齐 堪称四代同台的 温馨场面 让人羡慕不已 鲜少曝光的女儿 长发加上跳高的身材 感觉相当洋派 由于女儿嫁去美国加州 担心女儿在当地生活起居 受疫情影响的成雷 每天早上都会固定 跟女儿视讯 关心状况 也因此他最近的生活 都让家人围绕着 让他忍不住大去岛 早上与女儿视讯 送孙子上学 假午接孙子回家 晚上陪孙子念书 很充实 除了因为疫情 多了一些天伦之乐外 他也常会 昭化老家陪妈妈 更当起农夫 跑去家里的农地 夏天种菜插秧 验然开启 开心农场的他 笑说自己种的菜 是有极健康的 而且自给自足 也常分送给情捧好友 他表示 最近因为疫情严重 自己也不能上健身房 锻炼身体 所以干脆跑农地夏天 健当运动 一举两得 还透露 儿子遗传了他的好歌声 孙子一听到音乐 也会跟着手舞足蹈 让他很开心 觉得有森万十足 重返歌坛后 他特别轻点 与闽南语歌手 陈伟玲合唱新歌 爱你爱彻底 导演要求两人 牵手拍MV 没想到他非常害羞 心想老婆大人不在身边 出门在外 还是要矜持 一直都不好意思上手 最后还是陈伟玲 主动牵起她的手 这才总算完成了 导演交代的任务 陈伟玲受邀 与陈雷合唱 对于能与这么著名的 艺人合作 她表示 自己十分荣幸 也非常感谢雷哥 给她这个合唱的机会 这一首的曲调情怀 让人很有记忆性 大家听了都赞不绝口 担任歌唱教学老师 读年的她 还笑说 当然也会更努力 要教会我 五百多位的学生了 近日 马国毕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一张合照 透露自己吃饭时 刚好碰到 从小到大的偶像 开心写下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而她口中所说的偶像 就是闽南语天王陈雷 照片中 她穿着简单的T恤线身 对着镜头比赞 她低调的穿搭 与脱调舞台上 表演华丽服装的模样 形成反叉蒙 平日出门 也没有戴招牌绅士帽 头发虽然剃得很短 很利落 但丝毫没有掉发 或是秃头的问题 反而相当茂密 让其招牌笑容 获得了细斗粉丝的赞赏 纷纷表示 陈雷怎么都没有变老啊 超喜欢听陈雷唱歌 没戴帽子 差点认不出来 目前58岁的陈雷 因为接地气的形象 常被称作阿公 他真实生活中 也早已升格爷爷 虽然造型 以书画方式 太为十足 但事实上 他还比布老男神 梁朝伟 刘德华 小了一岁 与林连杰同名 2018年 在小巨带首度开唱时 也在舞台上 大秀舞技 展露柔软筋骨 就连劈腿 翻跟斗 都拦不到他 他对自己的新闻报道 相当呵护 都会特别宝贝收藏 更是带到现场 与媒体分享 谈及出道30年来 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说 自己起初原步大散 到新加坡发展 但费玉清劝他说 阿雷 你一定要过去新加坡 你的歌在当地不得了 你还在台湾唱 才让他决定 往亚洲发展 到新加坡发展后 他曾经五天唱12唱 1998年 更是破例或新加坡邀约 演唱闽南语歌 是新加坡电视台 20年来的首例 6年后 他还在新加坡 举办万人演唱会 成为第一个 在新加坡开 大型演唱会的 闽南语歌手 之后 他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 成为第一位 在中央电视台 同一首歌节目 演唱的闽南语歌手 成名曲《欢喜就好》 成为两岸票选 闽南语十大经典名曲之一 让他在西马等地的人气高涨 曾遇过不少疯狂粉丝 像是演唱时 有粉丝冲上台 抢吻他的脸颊 也时又发声 他透露 自己某次在台下 坐着等演出时 一大群粉丝围住他抢帽子 让他惊吓不已 也曾在预售屋的展览中心 举办歌友会 但大量歌迷涌入 导致地板塌陷 成雷是台湾演艺圈 少有的与绯闻绝缘的艺人之一 曾有记者问人 又无何歌迷谈过恋爱 他笑会 没时间啊 一天都睡三到五小时 还结婚生子了 我都是以歌会友了 出道时 他从宫甸秀做起 当事业结婚生子的他 没钱满房子 只能足无助 靠街秀场活动 维持佳绩并存钱 三年后 他推出歌曲《欢喜就好》 将全部储蓄拿来盖房子 他另透露 先因儿子结婚 又买了套房子给儿子 在此也祝愿他未来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您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欢迎订阅